4月23日,农历3月23,实职妈祖诞成日,纪念妈祖诞成1062周年大会即仁营年妈祖春季大典在福建梅州岛举行。 海内外妈祖公庙代表、妈祖敬仰者及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云端,以直播形式同业妈祖,缅怀妈祖立得、行上、大爱的精神,共募妈祖大爱。 人营春季大典现在开始 编中奏响,筋骨雷动,礼炮齐鸣。 当天的祭祀大典上,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藏率培纪人着传统礼服,手持塑香,遵照传统礼法,虔诚敬业,银绳,垫簸,独注文,行三贵九寇礼,祈愿国泰民安,世界和平。 推,扣手 扣手 再扣手 就扣手 人群中,记者见到了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陈玉树。 作为一名古典家具艺术家,陈玉树长期以来致力于传播妈祖文化。 近年来,他持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捐赠妈祖像。陈玉树告诉记者,他准备捐赠100座,助力妈祖文化传播。 妈祖文化是世界各地信仰者,尤其是21世纪海战尸首之路,沿向国家共赎的精神财富。 目前在46个国家和地区,共有3万座从美洲岛分林的妈祖公庙。 我们也一共计划捐赠100座妈祖像给一带一路国家。 目前捐赠妈祖已经分林到马来西亚的马六角,澳大利亚的西里,越南的胡志明市,尼利利亚。 我们也继续保护传承妈祖文化遗产,加强海内外交流与合作,让我们的妈祖文化更加辉煌灿烂。 此次祭典活动还设置了网络连线,全球妈祖敬仰者通过网上互动,以视频连线,向妈祖敬献一帮新乡,共同为战胜疫情,共享平安祈福。 借由这次的妈祖的盛会的话,两岸能更加的新年薪,还有手牵手,共创未来,而且抗生疫情。 我希望把这种心情分享给大家,那也希望把妈祖大爱的精神传递,我们共同祈祷,妈祖的大爱精神传播全世界。 在祖庙拜妈祖的话,其实就有一点点像,就是举个例子,就是像回娘家的那种感觉。 就是说你会觉得说,来到这里特别踏实,而且这里就是她的故乡,所以说你就回到这边,回到她的身边,最亲切最亲近的地方这样子。 记者了解到,妈祖是保护海上平安的女神,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36次包风,传播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。 建有妈祖公庙一万多座,敬仰者达3亿多人。 为纪念妈祖当成1062周年,自今年4月以来,梅州妈祖祖庙开展了系列纪念活动, 旨在进一步弘扬妈祖文化和利得、形上大爱的妈祖精神,促进海内外妈祖信众的联谊交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 高桑大福音量 袖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